美国擅自退出伊核协议后,美国和伊朗这两个,从不对付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,可别小看伊朗这个国家,伊朗依靠控制霍尔木兹海峡,这个撒手锏,和伊朗军人强悍战斗素质。 让美国这个到处要武扬威,国家在其面前从不敢得色,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忌惮几个国家之一,因此,伊朗也成了美国的眼中钉肉。 中次,美国时时刻刻都在绞尽脑汁,想办法打击报复这个国家。 最近,美国又号召全世界从11月4日起,都不买伊朗石油,妄图从经济上困死,这个依赖石油生存国家。 而强硬的伊朗人,二话不说,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纵深地带,部署了数千枚反舰导弹,扬言必要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掐断美国等西方国家,赖以生存的海上生命线。 离11月4日,美国划下的红线越来越近了,美伊两国最近不仅是在口头上互不详让,相互威胁,而都是在积极调兵剪将,加紧部署。 美军目前除了有一个满边满源航母战斗群在印度洋海域游以外,美军善于登岛上岸的海军陆战队4000余人,也乘坐三艘两栖战舰日夜兼程,直奔霍尔木兹海峡而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